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中市地区查获一起由料姓及江姓嫌犯所组成的诈骗机房 现场有查扣电脑及手机等犯罪工具一批 然后有查扣现金账款4.5万 并且清查赌博的流动赌金由新台币5亿元 那这个案件是缘起是本局在6月间 今年的6月间接获地区民众的报案 指称说他遭到某国益网站的诈骗损失200多万的一个金额 那本局受理报案后呢 群县向上作严 因而破获这个案件 最近金门遭到诈骗的案子是层出不穷 警察局也示意成立金门打诈县府队 全力的扫荡诈骗集团